你觉得离双方希望搁置争议求同存异 跟这个胡六点的精神相比起来 你可以感觉得到是向前进步了 对 因为你搁置争议 它是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 那么胡六条至少点出一个 以前不敢提的一个问题 就是军事互信 我一再讲过 以前基于像双方养军队 都是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 有没有两个军事将领先谈好了 那不是把自己组织都卖掉 所以以前我常常讲 军事互信是走在政治互信的后面 那现在的政治互信 因为已经有过国共联络的平台 双方也看出来未来的趋势了 所以这个时候军事互信的事实提出 就是讲我回应我刚讲的 要把战争的乌云造顶的这块乌云拿掉 拿掉以后才能够敞开来 我们做经济合作的事情 那么遗憾的一点就是说 一中的解释 一中的解释 这就是争议嘛 所以各自争议 也是让这个事情能够四缓之缘 能够推得下去 如果说一步到位 我觉得是比较仓促了一点 仓促一点 你像我接触过的大陆学者专家 他们都认为 这已经是三十年了 我说三十年对台湾老不及没有意义 三十年前我看的是中央日报很小的一条新闻 夜九条 那老兵没感受 等到开放 老兵 农民 回乡 探亲 才是打开了这个 这个竹目 让台湾的老不幸有机会到大陆旅游 去了解 这个中间也过了将近十几年 所以说我们在人生看起来十年二十年是很长的 在历史长河来讲 这也是很短的 所以这个要建立那边十三亿人 这边两千三百万人 大家有信心的话 它是需要时间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